大家好 歡迎您透過未來電視網的現場直播 在今天3月26號星期六 一起來到板橋體育館來欣賞的是第19季 SBO超級籃球聯賽 我們在今天帶來第二場比賽 將由台灣銀行交手的是台灣啤酒 那賽季來看 台皮目前佔據聯盟的第一名位置 是16勝4敗的成績 台灣銀行則是目前以14勝6敗的成績 明滅在第二名的一個排名 我們來關心今天雙方所推派的先發五人 在台營這裡是聯恩 搭配林柏偉、張家禾、艾爾文還有周韋誠 至於在台灣啤酒的部分則是波斯特 搭配陳兆豪、吕齊敏、巴克里還有陳譽翰 Jumpo跳水下來比賽正式的開始 先是由台灣銀行掌握第一波的進攻機會 台營隊在下半場三四兩節 拿下了48分 而反觀台皮隊在三四兩節呢 兩節加起來只得到29分 籃下是波斯特的強攻得分 是維持聯盟第一名的成績了 但是其實這個賽季來看台皮的連敗是非常少 基本上他 過來了 停在防守的上面 高調的傳球 找到的是波斯特 哇這一次 目前團隊籃板無比 台皮隊抓了五個籃板球 巴克利 帶了底線 再出來去找陳兆豪 中距離跳投得分 這一次中距離 那當然在進攻端 你看得出來 那當然這個暫停回來 收到不錯的成效 就是Earby直接牽入到禁區 要到這次的M1 巴克利 籃下陳兆豪拿到小球 再找到的是波斯特 當然現在 畢竟波斯特有這種七尺的高度 那你不能拉這麼輕易 就空手切 停留在整個禁區 就等隊友的小球 或者是直球 就會變得相對的困難 賽季POLO的平均得分 表現不錯 而且令重力很高 將近五成 在CORNER的位置 陳允豪投進了三分 韓翔偉 帶進一點 LONG 2跳投得分 周韋晨在湖頂 聯恩 籃下拿到拉桿上去 放棄 在整個範場CBREA 就是需要把球塞到禁區 哇 直接傳到對方的手上 給中間聯恩 捏進來 這是一個精算 M1 這隊的交手是滿有看頭的 聯恩到進去的拉桿單打 球進 中間聯恩 Irvin 給操走了 這似乎這個傳球選擇 應該可以再理想一點 因為前面的潘翔偉 基本上在左側 拿到 提早勾 王興偉在空中補進 帶球 第一波的跳投是 陳又許的中距離得分 李奇密 到底線去找王興偉 王興偉 拉高弧度的中距離出手 GOT 王偉晨 在中間 人群當中找到了 藍 這邊 快攻的機會是張家和 直接把球給塞進籃框 在中間 在底線蘇柏璋 不進 巴克利搶下進攻籃板 籃下得分 其實台皮啊 陪上了犯規 那雙方在這集得分各6分 球交易陳兆豪 提早拋球進 哇 你可以看到最後的finish 這個 聯恩栽拔蠟 李維哲上來 維哲傳到外圍 這裡潘翔偉的三分球跳投距 陳兆豪再傳出來去找楊天佑 總算投進了 暫停回來 多打少 Zach Irving 搜球上去了 插板得分 球非常聰明 而且在上半場 台銀隊籃板端有非常巨大的優勢 25個籃板 對上台幣隊的15個籃板 3629 結果是高建毅 在上半場時間中了之前 底線他投進了這季三分球 而且 面對的還是區域防守 與其敏的三分跳投距 其敏回給巴克利 再找其敏 飛成的上籃 打進了 現在台幣隊追到 剩下4分落後 看起來 很巨大 他在利用中場的休息啊 台幣是做到蠻不錯的一個調整 跟修正 蓮恩的long 2跳投球進 蓮恩上來做擋人 張家河低腳的出手 陳佑許扮演活動籃板 蓮恩 這一節他的中場距離跳投還蠻準的 有17支球隊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在這17個球隊 三個聯盟裡面 喔 巴克利收球上去了 巴克利他最大的能力就是他 第三節四分半鐘 爾比 壓到籃底下 這邊是陳佑許 造成了犯規 而且這球裁判認為是競算的 壓迫的防守 陳兆豪在踢腳 沒進 波斯特 拉下進攻籃板 來力氣勾手 來下賈龍特再勾得分 完全沒辦法 賈家瑋切進來 腳球再找蘇士軒 靠近 哇 在這一段時間 可以再凸顯 這個台幣隊在整個一線 太容易被酷 那在整個2-past-ray 跟Basket的協防 你沒有適時的下滑 也即便躺在地上 還是跟裁判想要爭取這個球權 是 沒有爭取到 還是維持台銀隊的球權 這個比手畫腳 這個解釋這個來龍去脈 目的就是要回球權 目的就是要回球權 蓮恩這一節很準 中間在籃底下 找到巴克利 從左邊來他最醒 這邊再找高建毅 後仰跳投 沒進 蓮恩 在空中把球給壓進籃框 楊天佑再救回來 哇 這球第一個傳的妙 再來就是波斯特 灌得非常的帥 這一段期間場上是好球不斷 從前Zach Irving 小球 爛 蓮恩 再進的中槌 高建毅突破底線 出來 華爾維這裡又是潘翔偉投進了三分 蓮恩接到球支 投了 出手球進 哇 其實這一次邊線的戰術 是利用蓮恩 那這個時候 因為防守端可能都在 做到協防的動作 反而是漏掉他這個弧底的三分 在Koner的位置 李奇敏懷以顏色 蘇世宣 蘇世宣 傳出來 外圍的機會 盤香味 哇 今天的盤 搜球進來 搜球掉了 張愛合推進 到前面 擺脫了防守 上籃得分 哇 這一次的轉換快攻 張家最後今天做到穿越 那當然穿越成功之後 那籃下 就是一片大海 完全沒有人在籃下做到協防 就應該要傳球 要秀一下嗎 這回張家合決定用輕鬆的上籃來拿這兩分 連恩也是有幾次在外線能夠命中投籃 波斯特 來得盡 Poster dunk 17分 巴克利得13分 過底線張家合 三個 Wanna pass 精彩地傳球 找到連恩 張家合做假路做 再找連恩 連恩 籃下再起 又是一個Bill Global 進球 接到球 今天比賽 連恩已經拿殊28分了 也幫助台英在 末節打出一個單節 19比8的板 攻勢 給中間 這球傳得相當不錯 是背號7號的王偉誠得分 這台銀不斷地在整個ROM的防守裡面 2332不斷地做到變化 Rving再拿回來 陳佑許 外線的三分球出手右投進 今天陳佑許在進了13分 而且他整體的投籃是6次的出球 命中了5個球 慢點慢點 冷靜冷靜冷靜 雙方打出了火氣了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要打去練武士達 冷靜一點 我這一波的一個籃下爭搶了 裁判要看了 現在要看一下到底是誰引起的 吹 當然這場比賽 先看這個畫面 這看起來舒伯撐的 火氣滿大的 然後陳佑許過去參與咖 看到周偉誠被欺負 然後周偉誠跟蘇柏璋 所以看起來除了一個進攻犯規之外有三個違反運動精神的犯規 這楊天佑的小球給得漂亮 陳靜凱得分 陳佑許 哇 拉高弧度的出手 然後他投進了 今天這場的交手最終是由台灣銀行來帶走勝利 中場的比數是88比71 那這場比賽贏球之後 台灣銀行對戰 台灣啤酒取得一個對戰的三連勝 台銀隊獲勝之後拿下本賽季的第15勝 戰績而是上升成為15勝6敗 那麼台皮隊則是變成16勝5敗的成績 哈囉大家好 我是泱泱 看完影片呢 記得要點一個愛心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呢 記得幫我點一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囉